饺子 年糕 咸鱼 让人唇齿流香的家乡味 有些人却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你心里没个数吗 您那个血糖 心心念念的家乡味 吃不对 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伤害 每次过完节之后就胖三斤 就都是这磨惹的活 年夜饭怎样吃 才能有年味 有健康 职场健康课 教你学会这几招 健健康康过大年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 鲁南智药起达力精防克力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致腺病防止感冒 就用起达力精防克力 我是主持人易南 今天是历春节气 这再过五天 就是农历新年了 大家都说 这个过年 就是从一顿 想念已久的年夜饭开始的 无论是千里奔赴 还是就地团聚 春节的忙碌 就为了这一口 唇齿之间的家乡味 四千年前 小麦传入东亚大陆 构筑了中国人爱吃面食 会吃面食的传统 尝尝几杯都吃面 哇 行鲜的蒸馍 出冷了 从河溪走廊的江峻馍 到奇路大地的大馒头 再到四川盆地的白糖蒸馍 食材的表达有别 而味道的嗜好 则出现高度的趋头 两千年前 周里第一次记载了 中国人以发酵手段 处理肉类的文字 来自蛋白质分解的 饱满的鲜味 与风干浓缩 带来的奇异的香味 把大江南北的中国人 迷倒 江汉平原的烟鱼干 四川山区的熏肉 和云贵高原的火腿 都来承载着 各地孩子们 儿时的记忆 一千年前 酱油一词 出现于宋代的文献中 豆类发酵 这种古老的食品 首次以澄清精致的形态 登上大雅之堂 十分大豆 三分小麦 先把它做成酱油 能做酱油的话 有一个理念 就是要重麦制酱 它一个口感好 一个发酵的比较 第三个的话 它香味香味到的浓 这个酱油好香啊 我现在离得这么远 都闻到酱香味里 飘出来了 调味品的酱油 是第一罐的 东北人爱吃的酱骨头 江浙人爱吃的酱鸭 胡乡人爱吃的卤味 都有这种调味品 打底的滋味 开启了每个人心目中 妈妈菜的味觉之门 挺开心的 很多人他一到冬天 就想着找我们买酱货 香肠像鸭 这个特别有黏味 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个黏的味道 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食物是故土的念想 滋味是儿时的记忆 一勺爆香的酥油 一笼喧腾的包子 一碟皮肉均匀的烤鸭 一碗祸气肆意的炒面 是无论身在何处的中国人 都无法拒绝的舌尖诱惑 也是无论如何 撰写散文诗篇 都无法掩盖的香仇之词 怎么样 香不香 怀不怀念 但是我跟你们说 就这些好吃的 它对有些人来说 却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因为真的是想吃又不敢吃 那么这个春节 怎么能又吃出年味又健康呢 我们今天就来画重点 赶快请出今天的各位专家 有请 好 在此欢迎各位专家 也欢迎我们的美食作家 魏水华先生 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跟我们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欢迎 欢迎 这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那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呢 俗话说 这备好年货 这年就过好一半了 那么今天 我们也要考考我们在座的 各位健康观察员了 我们的现场年货也备好了 就在我们那边的年货小铺里 一会儿就请大家选一样 自己比较喜欢吃的 又有利于自己健康的年货 好不好 大家好 来 行动起来吧 大家选年货的说别忘了 选的这个食物 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大家选好了吗 选好了以后呢 咱们就归位 来 我们看一下 你们都选了什么 我们先从美食作家开始吧 我这边选的就是杭州宁波地区 最传统的一个过年的一个美食 酱鸭 酱鸭 这个我很熟悉 因为我在杭州工作生活过几年 这个酱鸭呢 杭州人是非常的喜欢 它是那种甘甜味的 甜不汁的 特别的耐人寻味 所谓的酱鸭呢 其实是生的鸭子 用那个酱油去给它泡 然后它那个酱油呢 其实是放了糖的 而且要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去泡 泡满两天之后 再用那个酱鸭去风干 然后风干的话 基本上要风半个月左右 发酵了之后 它的那个酱鸭就鲜了 所以杭州的酱鸭 它真的不是光是咸味 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甜中透着咸 咸中透着鲜 所以我就在想 咱们今天有营养专家 给大家说一说 像这个什么酱鸭呀 包括我们春节期间 可能会做一些卤肉啊 酱肉啊 像这些东西 它的健康风险 是主要就是 因为比较偏咸呢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 糖也多 盐也多 这个糖跟盐 它有一个互减味道的作用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不放糖 我觉得这个味儿 已经够咸了 如果一旦放了糖 我就觉得 这么多的盐 都不觉得咸 反过来也是 放了这么多盐之后 你就觉得 放了那么多的糖 也不觉得甜得 厚得慌 因此甜咸口的东西 实际上 它的钠含量是非常高的 糖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就会让人比较的容易胖 尤其现在研究也发现 仅仅是吃多盐 这件事都会使人发胖 比如说过年 咱们吃好多盐 然后有些人就发现 我才吃了两天 怎么体重 我都上了三四斤了 这个并不是说 你真能长那么多的肥肉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盐多了以后 你身体的水分就会增加 你的体重会有一个短期的上升 然后你再吃盐不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这几天 蔬菜水果吃得多 其他咸味东西都吃得少 这样你很快又能回归正常 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吃很多盐的话 它真的会让人变胖 其实中国人在不健康饮食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吃得太咸 然后第二条就吃得太细 纤维吃得不够 很多都是精致的碳润化物 还包括很多零食 那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蔬菜水果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 这三点我觉得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要特别地注意 因为这段时间是密集地吃 密集地不活动 然后会让我们身体发生问题 那么像这个酱鸭 它又那么地好吃 好不容易过个年 我们还想吃 那这个量上 我们怎么来把控比较好 一般的芹类的肉的话 每天如果要吃的话 差不多50克到75克的量 也就是一个鸡蛋 到一个鸭蛋那么大的量就可以了 所以一切都是量的问题 大家好不容易盼到过年 过年好不容易能吃上这口家乡的滋味 它是带着香愁在里边的 它有春浆水暖鸭鲜汁的这个寓意在里边的 所以咱们该吃还是可以吃 只不过就是把这个肉的比例往下降 反正有冰箱也不怕坏 今天咱们就只吃一只豚 然后多配一些笋 多配一些青菜 可能对健康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 对 回到家也不着急走呢 慢慢吃 慢慢贫 那么这个酱鸭怎么健康地吃 我们现在了解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胖姐 胖姐准备了什么年货呢 我这个好 好寓意也好吃 年糕代表咱家的日子 生活品质一年更比一年高 代表着我们这些孙辈这学习分数年年高 代表着儿女们我们这职场试图年年高 快给胖姐姑姑掌 说得真好 这一套一套的 我真的觉得年糕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它真是又可以当主食 又可以当小吃 而且还可以炒菜 煎炒烹炸炖 样样都行 怎么做都好吃 我比较喜欢的一道年糕炒的菜 就是年糕炒螃蟹 一个大炸菜给它切成两到四瓣 加上这个年糕 放点青蒜 我还喜欢放一点这个剁椒 湖南的剁椒 稍微煸炒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味道更丰富 那么这里面年糕是可以代替主食的 那么螃蟹它是非常好的 这个优质蛋白类的食物 它是代替肉的 而且我总觉得 这个胖的人 可以适当地常吃一点螃蟹 为什么呢 一只螃蟹让你扣半个小时 然后也就是一口肉 最多吃两个螃蟹 你这顿饭呢 累呀累饱了 对吧 然后再稍微吃点菜就得了 这个主意不错 是吧 胖姐 绝对好主意 范姐 这个年糕你这么爱吃 你是喜欢哪种吃法 其实在此之前 我还真就是愿意沾糖吃 今年我家先生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他说你心里没个数嘛 您那个血糖 但是您说说吃了一辈子的 而且呢又是那么好的寓意 又那么好吃 您说我已经都忍了一年了 就放纵这么一次 至于吗 如果你是一个很年轻 很健康 很正常的一个人 您偶尔放纵一下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呢过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人呢 有糖尿病的呀 高血压的 心血管病的 这些有病史的这些人 偶尔放纵一次 它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一下血里边很高的血糖和血脂 会让我们的血里边呢 它的血凝度 就是特别容易凝血的这个发生 如果这会儿您偶尔有一个斑块破裂 这个斑块破裂就是一个小火花 在您的高凝状态下呢 就会导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 所以我们还是要泼冷水 尤其是这些身体不太好的 比较虚弱的 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 过节的时候吧 咱们还是来看看可以啊 少吃点也可以 千万别觉得人多 我们热闹高高兴兴的 一下吃很多 还是要保持跟平常一样的 比较规律的生活 这就是我对胖姐这人的一个建议啊 那这个事怎么解决 我刚才其实特别的同意 胖姐的说法 一年了还不让咱们吃一点 特别想念的东西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还是有办法的 首先就是空量 就是一次千万别吃多 另外一个就是在吃这个年糕啊 什么盆糕啊之类的东西之前 要先做一点准备打个底 怎么打底 打底呢就是一个 你可以先喝一些牛奶或者酸奶 这个呢能够使得 后期吃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血糖反应往下降 第二个呢就是吃点菜 蔬菜先吃进去半碗 然后慢慢拦着点 让它往下走得慢一点 延缓这些高血糖反应食物的 未排空的速度 这样呢也可以让那个血糖 不会蜂拥而止 就剩一个大高峰 我们东北也有年糕 就春节期间也会吃 但是我们当地人呢 更多的叫切糕 它有那个白糯米的 还有黄米的 反正都是粘的 然后中间呢加上红豆馅 切成一片一片的 摆在盘里面 吃的时候呢再稍微蘸点糖 我老家是山东的 山东和东北呢非常相似 也有你说的那种切糕 那么在我们家是不蘸糖的 你们蘸什么 我们家孩子呢 我给他稀释了蜂蜜 或者是炼乳 炼乳呢 它的含糖量差不多55% 白糖差不多100%了 这个含糖量少一半 你再把它稀释一下 它含糖量更低了 而且呢这种炼乳呢 它里面还含乳蛋白 还含乳钙 相对来讲比白糖 它的营养密度呢更高一些 我是比较喜欢蘸酸奶吃的 我觉得这种吃法比较好 这主意不错 对 这个热料低 以前呀 不管是做粽子 也就是嚼鼠 还有就是做汤圆 基本上很多地方 都是用黄米来做的 而黄米呢 它跟普通的金白大米相比 它的铁和维生素B1的含量 都是好几倍 而且它那个金黄的颜色呀 说明这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因此呢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部分黄米 替代一些白糯米 其实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糖怎么解决 刚才余老师已经说了 就是有一些减糖的方法 实际上更好的方法呢 是直接放一些水果干 放一些什么葡萄干啊 葡萄干啊 葡萄干啊 对 枣尽量放的是纯的水果干 这个水果干跟果腐的区别在于 水果干就是水果浓缩而成的 它是什么糖都不用加的 它没再加糖 而果腐又加糖了 果腐是不浓缩 直接往里加好多糖 所以营养价值差得非常远 所以很多人会说 那不一样吗 那不都是甜的吗 但是水果干呢 它带了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全带 矿物质像钾 铁钙也是全带的 还带了一部分水果里的抗氧化物质 尽管维生素C是损失了 但是别的很多营养还在里头 而且它的血糖指数啊 没有那么高 我们实验室呢也测定了 一些水果干的血糖指数 发现是在四十几到七十之间 属于中等范畴 属于中等 甚至个别的还偏低 所以呢放在那儿替代一些糖 其实还是不错的办法 能吃进去更多的营养 那两位专家给出的这个建议特别好 蘸蘸酸奶啊 或者是直接在这个 这种年类的黄米类的这个美食里面 加上一些有甜味的果干 这样呢也能改善它的口感 然后也更健康 顺便提醒一下 如果你三顿饭里吃 那么你选择早餐 是最合适的 要是到了中午或者晚上就更麻烦 因为早餐你吃的油多的东西 是比较少的 而且早上一般来讲 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是比较好的 到后面的话 同样的东西可能会更麻烦 胖姐 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个三高的群体 真的是不能有这种偶尔放纵的想法 不过还好 今天我们专家们给出了比较健康的 这样的去吃这个年糕等等食物的一些方式 大家不妨去借鉴一下 让我们能够吃出健康 好 那现在胖姐的问题我们基本解决了 对吧 胖姐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我们看一下苗野吧 苗野选了什么 我选的是咸鱼 咸鱼翻身的那个咸鱼 为什么选咸鱼呢 因为我是湖北武汉人 我们武汉啊 每年过年的时候 基本上家家户户 都一定会自己晒咸鱼 腌咸鱼 这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习俗了 就是在年前的这段时间 去武汉 尤其是那些老街里边看 家家户户的窗台上 就跟晾衣服似的 密密麻麻的 都是咸鱼 说实话 我原来不怎么爱吃咸鱼 我觉得干巴巴的 看着也不怎么好看 但是后来呢 我吃过一次咸鱼鸡腻炒饭 还有咸鱼鸡腻豆腐包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它那种鲜香 比那个鲜鱼的那个鲜香 来得要猛烈 而且回味无穷 所以从此我就爱上咸鱼了 问一下苗野吧 刚才我说了两种了 咸鱼的做法 通常你们 像在你们武汉那边都怎么吃 你喜欢怎么吃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吃法 就是蒸着吃 就是提前把咸鱼用水泡发之后 第二天直接上锅蒸 有的人就口味重的 在蒸的时候 还会在咸鱼里面放上腊肉丁 放上豆豉 也有拿它做汤吃的 很多种吃法都有 但是呢 这个腌制的这个各种鱼类啊 就是有很多种说法 就觉得不够健康 苗野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没有 现在也听说说什么咸鱼 好像是致癌物 而且还说这种高盐的食品 容易引起这个血压的升高 因为我本身血压就有点高 所以也是有点这方面的疑虑 请教专家啊 这个苗野的这种担心 它存不存在 二位给讲一下 看谁 当然是存在的 咸鱼要想保存好 它的盐含量 得有多高水平 我看到一个测定数据 是超过20%的 那是比那个酱油还要咸的 那这个咸鱼啊 它腌了之后 它有一个后期的发酵 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 会形成很多的风味物质 这也就是大家吃了以后 觉得有种特殊香味的原因 它不是说只有咸味的 这发酵是微生物在做工作 但是它产生这些香气的同时呢 它也会带来一些 有害的亚硝基化合物 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亚硝酸盐吗 亚硝胺 亚硝胺 它特别是促进消化道的癌症 比如说食道 胃 肠 这些地方 而且咸鱼已经是被 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 给列入了一类致癌物的名单 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吃啊 但是 但是您快说但是 但是一切都要看量啊 你不能说我这顿吃了一个咸鱼炒饭 下一顿我又吃一个蒸咸鱼 再下一顿我吃个咸鱼饱 这样可能短时间内吃的就太多了 量就不知不觉的就给摄入多了 因为过年期间 你已经吃进去其他一些 不利于防癌的东西了 比如说除了咸鱼之外 还有咸肉啊 还有香肠啊 还有火腿啊 还有培根啊 这些都属于加工肉制品 而加工肉制品同样 也有一个促进肠癌的作用 也是不利于我们防癌的 所以说少量限时间 就是咱们过年一世赶一下 怀个旧这是OK的 但是不要真的吃肚子溜原 还是可以和平共处 就是说其实除了这个咸鱼 像其他一些发酵类的 或者是加工类的这些肉类 都是有这种亚小案的存在的 对对也是有的 只不过残留量啊 没有像咸鱼这么的大 然后还有一个忠告 特别重要 就是你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因为这里边的很多的植物化合物 以及像维生素C是可以减少这些致癌物的作用 或者是促进它们的分解 然后绿叶蔬菜尤其要多吃一点 绿叶蔬菜其实它也有一个帮助肝脏解毒的作用 也可以减少部分致癌物在体内的吸收率和它的代谢的后果 好那这些办法我们苗野都可以学起来了 科技不发达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鱼腌起来 把鸡蛋咸鸭蛋放起来 现在有条件把它保存了 还是主张吃点新鲜的 其实小时候就经常吃 没觉得它特别好吃 但是离家一久吧 现在一到过年家族群聊里边 在各种父母亲戚的朋友圈开始发那种 又在晒鲜鱼的照片 还真有点想这口 苗野 我记得你血压很高啊 而且还不吃药 就是你这种人就不能吃咸鱼 因为这个咸的东西呢 在体内呢 它叫直接的是血压的升高 血管损伤是非常大的 不是 杨医生 杨医生 他已经馋得不行了 要不这样 你好好把那血压控制一下直接 对 血压控制好 再说其他蛋白吃 对 你别让杨医生操心了 他真的不想跟你截后见 关于这个控炎的问题啊 这个咱们倒是有办法 那你吃了这个之后 你得做一些改变 就是说我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你要了这个 你别的就不能要了 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一个咸鱼的菜 我得配上没有盐的菜来搭它 比如说像大拌菜 这个大拌菜是不放盐的 甚至连沙拉酱都不放 它就放一点点柠檬汁啊 喷一点那种葡萄醋啊等等 这样的话你吃起来 其实味道也还行挺清爽的 因为你吃了那么多咸的东西 你配一个不咸的 你就不觉得难受了 然后你的主食里 千万不要再有盐了 说我这个饭 是不是再来一个加了盐的炒饭呢 我再来一个热干面呢 这不行 你的主食必须是没有盐的 所以咱们一点一点 把那个盐扒出去 在有呢吃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好好地浸泡一下 然后呢也可以把它 这个用水焯一下 蒸一下然后再来烹制 也可以减少一些有害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今天请的 这四位专家啊 真的是黄金组合 苦口婆心地跟大家说呀 这边杨医生就一再说 千万你要控制好血压 要不然别谈 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 这个血压是可以控制的对吧 控制好了 然后再按照我们营养专家 这方面说的 怎么去减少这种 腌制的这种肉啊 咸鱼啊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这样不就完美了吗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位吧 看一下郭宁准备了什么 过年呢 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仪式感 你看我这个花膜 很漂亮 又美又极庆 对吧 就是花膜在我们陕西 叫面花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 用自己的双手 然后在这个平凡的生活里面 创造的一种浪漫 所以呢 年夜饭上面 一定不能少了它 在我们东北老家 没有这么好看的花膜啊 我们那一般都是 蒸馒头的时候 放两个枣 有的时候那个长辈会给捏个小兔子呀 什么的形状的 但也挺好看的 吃着也挺开心的 所以在这请教一下咱美食作家吧 咱们全国还有什么地方 有花膜的给大家说一下 花式的面食全国有很多 应该我记得是在山东地区 就是有很多地方 它是称这个花膜为花伯伯 花伯伯 我们老家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烟台的花伯伯 半个篮球打 一斤面粉 发面做一个花伯伯 然后呢 上面这个十字形交叉的 这个大枣 然后插在上面 有的呢 还会有一些这个雕容刻缝的 然后呢 也都是面捏出来的 像我妹妹呀 我妈呀 然后他们都会做 都会做 对 现在呢 是越做越小了 基本上做这么大了 多做这么大 要控制碳水的量是吧 就是每年你看它 又好看又好玩 老人带着孩子做好多 最后就我一个人包园了 你说我们陕西人 我们又爱吃馍 对吧 馍加一切 然后加点油泼辣子 加点芝麻酱 加点豆腐乳 加点白糖 加点蜂蜜 加点奶油 各种花式吃法都特别好吃 结果就是我每次过完节之后 就胖三斤 就都是这馍惹的活 但是我看你前面那个牌子上 可写着呢 高血脂对吧 对 我高血脂 我甘油三尺高 所以我在想你吃那么多的主食 再加上糖啊什么的 是不是就有健康风险了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首先就是你这个花膜 是拿什么做的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它是拿金白面粉 做的一个发酵食品 金白面粉 它可以做成一万多种食物 因为小麦啊 它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作物 它里面有面筋 这个面筋啊 它是能够拉长的 是吧 它可以做成非常非常细的面条 它有独特的粘弹性 就因为这个小麦特别招人喜欢 然后小麦的口感也特别棒 果胺酸和果胺鲜 含量都很高 这两种氨基酸都是有鲜味的 所以这个面食你嚼着 就是那么的好吃 确实好吃 它很迷人 但是呢发酵的面食 尤其是金白面粉做的 它的消化速度太快了 因为发酵以后 它不是有好多的孔吗 这消化酶就非常容易接触它 接触面太大了 消化速度快 另外呢 因为是金白面粉 它把这个小麦里边的 那些阻碍消化的一些成分 去掉了 膳食纤维去掉了 脂酸也去掉了好大一部分 然后又经过微生物发酵 又把脂酸去掉了一部分 所以它的消化速度就更加更加地快 这样呢 仓后生血糖就生得非常的猛 然后关键是 还不是当时上升那么简单 它掉得还非常猛 所以血糖的这个波动会更加地大 这是第一个白馒头白面包不利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白馒头白面包太好吃 口感太棒 所以呢 蘸点糖也能吃 蘸点蜂蜜也能吃 配一点点 哪怕是榨菜丝呢 吃的都挺好吃的 就是刚蒸那个馒头 真的是就空嘴吃都香 真的空嘴吃都好吃 对 所以呢 你在吃面食的时候 通常就懒得配那么多的菜了 所以吃到的菜和蛋白质的量 是远不如米饭餐 因此吃面食是更不利于血糖稳定的 而且它的血糖一旦升得过高 甘油三质的合成就会加速 所以你这个血脂呢 也是好不了的 因此呢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第一从食材开始换 就是你把你这个白馒头 换成全麦馒头 光是说加点什么玉米粉都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馒头要有正常的口感 它加杂粮的量 是不能超过20%的 否则做出来非常之难吃 根本就鼓不起来 所以说所谓杂粮馒头 基本就是放10%左右市场上的 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然后呢 你如果用全麦粉来做的话 它的麦香味会更加地浓 口感也很好 但是因为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和一些抗消化的物质在里面 所以仓后的血糖生的 就会慢一点 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更强 它不像那么虚 然后呢 你一次吃的量就不至于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就是配别的东西吃 按现有的研究报告呢 就是在你吃这个面食的时候 像馒头和面包这一类的 你配牛奶 豆浆 包括一些坚果浆 比如说亚麻籽 豆浆等等 都是有利于降低消化的速度 也会使得仓后的血糖上升比较少 如果你再配入一些菜 再配点鸡蛋什么的 那就更好了 而且每次限一下量 不至于因为好吃 你就吃得太多 这样的话 你每天早餐吃一点 其实问题也是不大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 用全麦面粉来做这种花膜的话 它也是可以发的是吧 这个全麦面粉 可以发起来 你需要额外多加酱母粉 你可能需要加两倍 甚至更多的酱母粉 但酱母粉营养非常棒 所以多加一点是没有任何坏处的 好 这专家给出了 非常行之有效的 怎么健康地吃面食的建议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徐博士比较倡导运动 那万一一不小心 我们又真的胖了三斤 我们怎么运动 能让自己注意一下 不让它胖这三斤呢 没有100个下蹲降不了的血糖 只是动作要慢 快不算 对您给做示范吧 下去 起来 吸气 起来 应该做几个 呼吸 上来吸气 上来吸气啊 来 慢点慢点 有高血压的人不能速度太快啊 越慢越耗糖 越快反而生血糖 咱们做三十个再停下来啊 坐得动吗 吸气 来 一天大概七十到一百个嘛 苗玉你还好吗 中汗了 有点微微中汗了 我已经三十了 那血糖不就没了吗 二百斤做了这么多功能不降吗 这个运动能降血糖能长肌肉 为啥不练呢 想有口福必须练肌肉 你看我们范老师运动完了以后 这个脸色马上 白领头 当我们整天刷具啊 坐在这儿不动啊 你的氧气减少 当你锻炼到喘气 记住啊 一定要到喘 那你的肺所吸的氧气是原来的十倍到十五倍 二百变成十五倍就三千毫升 吸的气多了你这个一夜的脑血管才保护啊 你夜里还是以高血糖高血滋去谋害我的心脑血管呢 还是让充分的氧气放松 血压也不高呢 当然要 一定要锻炼到喘嘛 对 活动了一下啊 然后大家都舒服了 咱们接着坐下聊啊 好 这个国宁的花膜问题解决了啊 怎么能够尽量的不胖三斤也解决了 我们再看看宇佳的吧 宇佳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我选了这个饺子 爱吃饺子是吗 爱吃饺子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大年再是要包饺子 初一早上可能就吃剩的了 然后到破五的时候 赢财神嘛 它长得像元宝嘛 还是要吃饺子 我觉得我们北方人真的是想到饺子 就属于那种随时都会有食欲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宇佳家喜欢吃什么馅的 我个人还是喜欢偏肉多一些的 所以我在想你每次回家的时候 家里面的人看你这个身材这么好 会让你吃肉的吗 一开始就大家都吃同一个馅的 就是可能还是以肉为主 比如猪肉大葱 猪肉韭菜 后来呢他们看了一个什么节目 不是咱们节目啊 然后说有人做了个实验 说一个血糖正常的人 吃了十来个饺子吧 血糖就一下飙到了十五六 然后就他们就慌了 因为本来我就高血脂 高尿酸 家里面又有这个糖尿病的家族史 他们就觉得不能让我这么早就糖尿病了呀 然后就开始给我专门包一点素馅 可是又不够吃 然后最后还是吃肉 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吃饺子血糖生的这么高这个问题 饺子都是出了锅热吃的 对吧 不管是你是煮的饺子还是蒸的饺子 还是煎的饺子一定是趁热吃 对 一般都说趁热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对 就因为这个原因 血糖必定上的就很快 为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干嘛要把粮食都给煮熟了吃 这是因为天然的粮食里边 淀粉不是散着存在的 它是打包成淀粉粒而存在的 淀粉粒是我们人没办法消化的 一定要把这个淀粉粒啊 在受热的情况下 加水的情况下 让它撑开了 膨胀了 变成一个糊化的状态 咱们平常说就是熟了 就是有这种粘性了 是吧 能够消化了 这种状态在凉了之后 慢慢慢慢就会变成一部分 不太好消化的状态 这个叫老化回生 它就不像刚出锅那么软了 这个时候它的消化速度和血糖反应 都是会下降的 但是饺子全是趁热吃的 就是那个糊化特别充分的时候 特别好消化的时候 吃进去的 所以生血糖剩得非常猛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了 这个肉多肉少的问题 你假如吃素的饺子 它可能对于血脂的影响 还稍好一点 因为它的脂肪的总量会小 但是仍然拦不住它的血糖反应 吃肉丸子就更严重 因为做饺子的肉 绝对不可能是纯瘦肉 它一定要三肥七瘦 而且很多人家包饺子的时候 这个肉的比例很大 那你想肉的比例又很大 其中又有30%的肥肉 肥肉可是90%的脂肪含量 你这一口肉饺子 要吃进去多少脂肪 而且很多人在做馅的时候 还要额外再加香油 所以它的生血脂的效果就是 高血糖反应生血脂 加上高脂肪生血脂 而且还是很多饱和脂肪 你想想 当然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 对 我想问一下雨佳 你一顿饭吃多少饺子 我家里包的差不多 都是这么大的吧 我大概能吃30个以上 确实吃的有点多 我是10个饺子 因为什么还要吃菜 对 我也是10个 我不会超过10个 你看余老师才吃10个饺子 余老师你看这身材 这个我腰围饱 是在85以内 如果说腰围在85以内的话 你就可以偶尔多吃一点 实际上还是一个总量的问题 其实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正常人吃饭 另外一个让他饭吃八成饱 然后再比饭吃八成饱 和正常饮食吃饭的人 他血里边包括尿酸 包括血压 血脂 血糖 还有肝油三脂的量 还包括炎症水平 结果就发现 这个饭吃八成饱 然后这些人的血压 血脂 血糖 都是降低的 就是有些时候 你包括乙家 你看这个体型 他可能认为 他自己认为的正常的量 其实是已经超标的量 更何况在饺子这件事情 它又好吃 然后又热腾腾的 然后有很多人 别剩 再吃点 再吃点 那好 这肯定会超 所以饺子是好东西 但是总量 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看像宇佳这种 高血脂 高尿酸的人 在吃饺子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什么 你还是先吃蔬菜 就是你先吃了 一辣碗蔬菜之后 你饺子一下子吃 三十多个 恐怕你就会产生 胃难情绪了 自然你就不会吃那么多了 我们不要老想 什么不能吃 先把你该吃的东西 吃够了 自然你就不会有太大的胃口 去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推荐一个我们家的春节除夕的饺子的吃法 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初的 在那时候生活条件还不好 春节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肉 所以这个包饺子的时候 第一 肉不会太多 白菜不少 包完了以后 有剩的这个饺子皮怎么办呢 全都给它揉到一块了 擀成团 然后再把它擀成皮 切成宽的面条 在我们老家这叫前串子 我们老家也是这样的 剩了皮都是这么处理 这个面皮煮完了以后 是摆在一盘饺子的上面的 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呢 就拼命地抢面皮吃 谁吃的面皮多 等于说谁穿的元宝多 反正家长就是这么糊弄我们的 就是这么长大的 等你再吃饺子的时候 饺子已经不烫嘴了 还要蘸点醋 蘸点醋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 对吧 也可以让它凉下来 我觉得余老师说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饺子的问题 吃饺子的时候多放醋 确实是一个好的办法 不光是饺子 包子也是一样的 放比较多的醋 来配着这些高血糖指数的食品吃 有效地降低仓后的血糖反应 也降低血脂 这些都是有数据的 那么要加多大的量 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呢 就我看到的文献呀 还真不是你就加一勺就管用 你加的比较多 大概相当于一般性的浓度的醋 大概得要40多毫升才行 浓一点的大概30毫升就可以了 得多放点醋 而且还不是说你吃完了再去吃醋 是一定要早一点配着那个醋才行 好 谢谢专家的分享和忠告 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前 我们会教大家做一款 非常适合三高人群吃的饺子 所以请您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好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传言便便便环节了 我们看一下春节期间 关于吃 大家还有什么小疑惑 过节要想少生病 多吃水果 少吃肉 过年吃坚果 一把是福 两把是货 传言是对是错 坚果 水果到底该怎么吃 职场健康课下节为您揭晓 职场健康课 由鲁南制药起达力 金房克力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传言便便便 你说 我来宴 各位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咱们的第一条传言 能让您看到了 就给我们日常菜市场 餐桌上最常见到的 这些水果相关 是什么呢 一块来看看 喂 咱啦 我老师上市场 启发点过年吃的水果 你要的啥不 那你们都买点啥呀 沙汤菊 苹果 橙子 买那么多呀 要想少生病啊 就有点多吃水果 少吃肉 这过年光大鱼大肉了 多吃点水果啊 就靠它们清肠胃了 那你给我带点 沙汤菊和橙子 搁来时劲吧 好了 我都记下了 好 第一条传言说的是 过节想要少生病 多吃水果 少吃肉 听听大家怎么看 苗爷 我觉得不行 这个水果它甜 而且就是容易生血糖什么的 而且徐博士说 你要增强肌肉 你过年出去玩 你当然要吃点肉 这个身体才棒嘛 人不是进化之前的那个物种了 不能用水果来给自己增添 过年的时候营养 肯定还是得吃肉 搬出徐博士来 也不一定就得了你 要不要喷它 二位 他刚才说的确实不太对 好 那就喷一下 那就喷一下 好 不对在哪呢 家里人说你吃肉太多 要多吃点水果 这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吃肉多 它的脂肪 蛋白 然后都会高 能量会非常高 这时候你又多吃水果 水果里面的能量也不低 对吧 等于说你的能量 妥妥地超标了 应该喷两次 那就再补一次 还真喷了 这个传言呢 大家是比较关心 在这个过年春节期间 该如何科学地 合理安排这个肉和这个水果的比例 我觉得每天半斤水果一斤菜 比较合适 肉呢 基本上就是二两到三两肉 两餐之间吃这个水果呢 还是说是随着餐 咱就多吃个果盘 最好的方式 像它这种情况 应该在餐前吃水果 餐前吃水果有若干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胃里边 垫了一些低能量密度的东西 就是说热量不是那么高的东西 然后后面你吃各种 大鱼大肉的这个速度 就放慢一些 不太容易吃过量 第二个好处是 餐前三十分钟吃水果的话 你这个餐后血糖会稳定很多 这个也是已经有挺多的研究证明了 所以说你把饭后吃的水果 放在饭前在血糖上有额外的好处 好 那个特别想问问二位营养师 春节期间您去采购的时候 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水果 我觉得呀春节要体现一个 仪式感和美食感 还要呢让我们的眼睛也薄薄眼浮 所以在选水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增加品种 就不要老盯着一种吃 另外呢就是多吃一些平常 吃不着或者舍不得吃的 比如说草莓 因为很多家里边呀 都是觉得这草莓一盒 这二十多块三十多块呢 甚至更贵是吧 平常舍不得给孩子买 这会儿过年了 您就可以买来 像草莓这种水果呢 第一呢既富含花青素 里边的维生素C呢 比这橙子还得高 值得吃啊 然后呢草莓这些莓类水果 它们的生血糖的速度是很慢的 血糖指数低 甚至有些流行病学调查 还发现呢 是这些水果 其实糖尿病的风险 还是略有一点下降的 然后炎症反应也有一点下降 所以值得你在过年的时候 就不怕花这点钱 大家都愉快一下 然后颜色上呢 我们尽量是各种颜色都有 因为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黄色的来一点 然后红色的草莓来一点 然后有一些 绿色的葡萄来一点 绿色的浅色的都可以来一些 好 这下明白了 回到我们的这个传言 说过节想要少生病 多吃水果 少吃肉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要听我们几位医生和专家的推荐 每天的饮食 每一餐的饮食要均衡营养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每当连根 跟着姥姥逛大吉是我的最爱 什么瓜子 花生 核桃 糖果 各种年货 姥姥说了 家里必须得备得齐齐整整 才叫过年 以往每逢过年 它总会让我们多吃点 可今年老太太开始注重养生了 不信你们看 老爷 给我一把坚果嘛 你还吃 都吃了一路了 这过年吃坚果 一把是福 连把是货 吃太多了 这个血糖不受控制 还有你就不怕吃高血脂吗 我 行吧行吧 说的是过年吃坚果 一把是福 两把是货 到底是福还是货 坚果到底有没有错 听听大家怎么看 马国宁 我觉得这不对 你说大家都说坚果好 其实平时一忙吧 就老忘了吃 过节稍微补那么一点 我觉得不会过量 而且你都不用担心我过量 坚果的饱腹感多强呀 就是我多吃一把坚果 我不就少吃花膜了吗 对吗 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 就是本来快到饭点了 说还没做好呢 磕点瓜子吧 吃点肝果吧 吃饱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我吃过量 不会吃过量的 而且它确实是营养好 就什么花生 对吧 叫全能营养王 蛋白质 什么矿物质 维生素 都很丰富 还能保护心脏 对吧 然后什么开心果 什么β胡萝卜素 对吧 B族维生素 然后还有叶黄素 护眼睛 所以我就是别吃一把 我每样来小把 那是最合适的 那就是好几把 要不要喷它 我觉得还是不用喷它 因为它刚才讲了一些前提 首先我是饭前吃的 然后我吃了坚果之后 别的东西我就少吃了 而且它是吃多样化的坚果 能想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 假如说是这种带着壳的坚果 两把没有问题 这个数量是合适的 但是如果说是去了壳的坚果 然后又是那种 加了油加了糖或者油炸过的 那两把真的是不太合适了 我还听一说法 说一两花生一两油 一两花生半两油 半两油 二两花生一两油 对 坚果是这样 包括花生 它的含脂肪量是40%起 高油品种也能达到45%以上 核桃还有那种碧根果 也就是美洲山核桃 这些都是可以到60%以上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 一天吃10克坚果 就是去了壳的 是最合适的一个量 如果你再多再多 你就是不要超过28克 但是如果你28克 已经超过了10克的量 怎么办呢 你扣减一些其他油多的东西 比如说炒菜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减一点油 又比如说其他的零食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再吃 那个含脂肪的什么饼干呀 薯片呀 锅巴呀 什么酥点呀 这些咱就不吃了 咱就直接吃水果了 行不行 坚果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能量比较低 脂肪含量也特别低的 比如说板栗 它里面主要是复杂的多糖 它消化起来相对来讲比较慢 生糖也慢一些 而且能量比较低 每天来一小把 这种淀粉豆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 徐博士 你怎么看坚果 你觉得坚果应该怎么吃比较好 你像我的病人 假如说有很多很多心脏病人 他天天饿肚子 没有蛋白质 没有什么营养 我让他把这些坚果 放在早晨吃 我希望他们早晨吃坚果 吃肉 晚上喝点酸奶也行 吃点清淡的稀饭 也行吃到一两肉 一个蛋羹也没错 特别赞成刚才徐博士所说 因为我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提出来 吃松鼠早餐 松鼠不是喜欢吃坚果吗 对 那我们早上大部分人是不吃坚果的 他们能想起来喝牛奶吃鸡蛋 对对对 就是想不起来吃坚果 我们一般都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看节目的时候吃一下 在看电视的时候吃坚果 然后吃着吃着吃着 一包就没了 这是最不好的吃法 我们应该晚上不吃坚果 放在早餐里边吃这一把坚果 那么你早餐的美食感 真的是马上就加强 然后你到中午十二点 你还不觉得饿 你上午精力非常饱满 这一小把坚果 起的作用非常大 你要放在晚餐 因为晚餐 你已经吃得挺饱的了 你再吃这一把坚果 就没有那么大好处了 近期还有一项研究也是说 坚果放在晚上吃的时候 会失去它保护心血管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放两餐了 直接放早上吃最好 好 我们的这条传言 说的是春节期间 吃这个坚果 一把是福 两把是货 这个说法有点太过了 坚果当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也不能多吃 它应该在无论是春节期间 还是日常生活中 有它一席之地 还要把握一个总量 和我们每个人具体的一个身体情况 好 我们的传言 已经全部验证完毕 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咱们一起包饺子 这个饺子可不简单 特别适合在春节期间 三高人群来吃 期待一下 欢迎回来 这次欢迎张大厨 刚才我可说了 这饺子可不一般 咱看这面它就不一般 蔬菜汁和的面 全麦面粉 蔬菜汁和的面 猜猜这个面团是用哪种蔬菜吧 胡萝卜 这橙子味的 胡萝卜 蓝莓的 紫甘蓝 紫甘蓝的 这绿的 菠菜 对 它主要是利用了蔬菜里面的叶绿素 还有胡萝卜素 以及花青素 这个蔬菜汁我始终弄不好 就不知道应该放多少 这个比例应该怎么调 一斤面放四两水 然后蔬菜水一半一半 好 来 您操练起来 好 咱们先把馅调一下 对 都用到了什么 芹菜 肉馅 虾仁 加点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先拌肉 对 先把肉拌匀 腌制一下 那个是芹菜 那是芹菜 芹菜碎 对 芹菜不要切太细 所有的蔬菜要包饺子的时候 都不宜剁得过细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想挤水 蔬菜里绝大多数营养 其实是在菜汁里 除了膳人纤维脂外 所以那样损失非常大 而且菜的清香味 也会大为减少 所以我们倾向于 不让它挤水 而不挤水呢 放盐腌了 就会非常容易出汁 最后你也做不成 对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就是第一要碗切 碗切的话 避免这个菜粒 受到过多的氧化 然后切的粒大一点 这样的话 跟盐接触以后 那个盐暂时还进不了 最中间 它出的水就会比较慢 出水出的比较慢 那么活的时候 就不会出来好多的汤 刚才有一步 你还倒了一些蛋黄 对 这个是鸡蛋 蛋汁 对 抱团好包 当然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一些 咱这馅就获得了 咱呢今天做一个双色的 先把绿色的搁到最外边 把它擀开 然后呢 再把咱们这个白色的面团 切一半 切一半下来 然后团成团 我觉得过节包点彩色饺子 真的是很有气氛 好吃 好玩 看着也好看 你看啊 包住它 这样的 包住 对 把两头去掉 中间是白面 外面是绿的 对 好像抹茶蛋糕 切的呢 稍微的薄一些 咱们切好以后 撒点白面 用手一摁的时候 绿的是在边上 白的是在中间 特别像那个奶白菜的颜色 咱们已经过年了嘛 特别漂亮 摆材 没错 你看这个材料都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赶快冻起来吧 包一个虾仁呢 这个每一个饺子里都有 两边掐住 食指一拖 食着一挤 一挤 就出来一个小肚 两手一下 就白菜的肚出来了 出来行了 然后稍微一碾 就白菜叶的卷 咱就出来了 很神色 余老师 这个包的真像大白菜 我给你包一个更像的 好 你看咱这已经提前包好了一些了 元宝型 白菜型 真好吃 都是菜 对吧 咱们下锅 好 真可爱 不管可爱 我觉得一定很香啊 对吧 煮着饺子 咱这边摆个盘 摆上几片橙子 放上几片黄瓜 这也有仪式感是吧 对 咱们猜猜这是什么寓意 什么寓意 这是整日上像花儿一样绽放 聚宝盘 是黄瓜和橙子 黄瓜橙子 心想是橙 对了 我心想是橙 本来五块钱的饺子 让你这么一说成了五十块钱的了 至少五十 对 好 锅开了 咱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出锅了 你看这饺子都飘起来了 像一个个彩色的小元宝 太美了 太漂亮了 加上刚才这个摆盘 您瞧瞧 这麦像 来吧大伙 来了 来 咱们吃饺子来 大家都尝尝 好好吃啊 特别筋倒这个面 这颜色也漂亮 味道也不错 赏心悦目 营养丰富 盖了帽了 比我那可强 人家是全麦的 从味道上讲 人家更是盖了帽了 比我那味也强 最最盖帽的 就是健康 你我那强 学习啊 您的点评也是 吃这饺子 这个过年的氛围就出来了 在这呢 提前祝大家能够开开心心过大年 为了心情好 该吃 该喝 喝 为了身体健康 增肌 减 值 来 运动和饮食都要有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 收获更多 福气更多 体重不多 收获了这么多的健康知识 又吃了这么美好的饺子 我总结一句话 在新的一年里啊 多看职场健康课 收获健康和快乐 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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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